男人摇下车窗 车外景涌进来一堆泥巴 弄得他一身一脸 他赶紧把车窗推上去 甩掉身上的泥土 头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天窗竟受不住泥土的挤压 开始破裂 男人惊慌之下 用胶带封住天窗 可这哪封得住 他又找来一把方向盘索 调整好宽度 想在天窗之下 解决好天窗危机 他抄起一瓶水 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 这时他才想起来 这是自己顶有的一瓶水 男人开始清点车内的物资 有一桶机油 几个空瓶子 毛炭和胶带 还有一把折叠椅 这时 车顶的裂缝开始往下滴水 男人舔了一口 可以喝 他掏住银行卡 把卡片折叠成一个漏斗 塞进瓶口 再把瓶子卡在方向盘锁上 这样就可以搜集一些水 等到水瓶接满 男人把折叠椅上的铁管拆下来 在铁管中间穿过一条线 顺着填窗上的孔洞向上吐 他想知道自己被埋得有多深 一根铁管不够长 再去拆下一根 穿过绳子 两根铁管之间再用胶带连接 男人继续向上顶 紧接的是第三根 车顶已经有泥水滑下 男人向上推不动了 在后备箱里找来千斤顶 千斤顶拖去铁管继续向上 直到千斤顶已经撑满了 男人把毛巾垫在肩头 扶下身子 用肩膀向上顶铁管 突然 铁管向上前进了一大截 似乎没有了阻力 男人拿来一根铁丝 他到铁管中间 向上输送 把铁管内部的泥土疏通下来 随着铁丝深入 似乎已经到达地面 把铁丝抽离铁管 男人从铁管的孔洞中向上看 终于 他看到了一丝光亮 这就代表 他距离地面 有三根铁管的距离 男人划了一根火柴 点燃一团报纸 再把火柴吹灭 把报纸靠近铁管 让人注意 报纸人静 男人吃东瓦 报纸人到座椅上 用毛巾扑灭火焰 浓烈的烟味 让他几乎窒息 这招显然不好使 男人在车窗上写下 所有能想到的脱困方法 这时 车顶传来一阵响动 跑去铁管旁吸气 吸不动了 铁管被泥土捕死 男人转身去拿铁丝疏通管道 一回头 脑袋被铁管划了一大道口子 男人脱下衣服 包裹在头上 再用皮带把衣服雷紧 铁管全部折回车里 车顶的玻璃碎叶的越来越大 更多的泥水掉了下来 没有了通风口 男人逐渐感到有些窒息 拿出手机 他开始给家人留一眼 他告诉家人 自己在开车回家途中 遭遇了迷失流 这辆车变成了他的活棺材 说着说着男人哭了起来 他还不想死 他在车窗上画了一个小人 画完还在车窗上点了一笔 突然 玻璃出现裂缝 汽车一阵颤抖 大量泥土从后车窗灌进来 汽车快要经受不住压力了 车体从尾部开始受挤压变形 即将被泥土压变 男人慌忙之中拿起铁罐 撑在车尾 他又把整个折叠也顶住车顶 这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男人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如果拖下去 他将必死无疑 喝光所有的水 男人又拿出仅剩的一点饼干 吃得连渣都不剩 把袋子也舔得一干二净 破釜沼 不破不立 男人拆下汽车备胎 把一根软管插到汽嘴上 用胶带粘紧 通过控制阀门 他得到了一个简易氧气罐 脱掉衣服 打开机油的盖子 把机油涂满全身 这样就能在向上盘爬中减缓阻力 这时 汽车又是一阵晃动 车顶撑不了太久 男人拆掉天窗下的方向盘锁 戴上耳机 用手机最后的电量播放音乐 他准备开始往上爬 用半手打破天窗 大量的泥土滑落到车里 除掉玻璃渣 再向上继续挖土 一处掉进车里 男人拔土抛到车尾 挖了一回 车顶逐渐形成一个小洞 可以容他通过 招来汽车的脚垫 先在小洞四里来防止塌方 再用铁管支撑 他距离地面有三米的距离 还要继续挖 抱紧备胎 男人爬了上去 就这样 抛土 挖土 再去固定和支撑 男人已经爬出了车顶 氧气不足 他就用备胎吸气 随着他持续向上爬 车里的脚垫也用完了 下面车内的空间 已经被泥土掩埋 男人旋缩在小洞里 缓慢向上移动 突然 周围一阵晃动 还是塌方了 大量泥土倾泻而下 把男人埋在土里 好在这些泥土 刚刚从山上滑落 土质比较松软 之前涂抹的润滑油 也起了作用 在土里向上蠕动 一点一点 他的头从泥土里探出来 他被卡在泥土中的缝隙里 男人大吼喘气 此时他连呼吸都十分困难 伸手向上去试探 在头顶上方 男人看到了一束光 已经到地面了 他小心翼翼的挖土 终于地表之上 一只手从土堆里伸了出来 紧接着是男人的身体 历尽千辛万苦 他终于重返地面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逃出来呢